立志网评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让新发展格局的活力更加澎湃 构建新发展格局 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 公平竞争 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 促进商品要素资源 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12月17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3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 与时寂静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活塑造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而做出的战略抉择 十四五开启之年 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探索 主动作为在促进经济循环畅通 扩大内需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有利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 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注入了强大动力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1.46亿户市场主体的发展壮大 是我国市场体系培育 完善成熟的基石 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推动生产力发展 不断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微观基础 同时 蕴藏在市场主体中并不断积累提升的生产 管理 服务 创新和技术能力 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的更大步伐 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效的政教动力 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的重要战略资源